你可以發現其實Excel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現在人當然還是愛不釋手 所以即便給你泡BI 有些東西不見得那麼容易做出來 就像說你只是想要吃個東西 路邊攤有時候還是最方便 或者是Save 還是最方便 你不一定要到超市 如果給你一個超市 所以你還不知道東西 或者給你一個大賣場 你剛剛買個東西即便便宜好了 光我要買個東西 我便宜沒幾塊 那我乾脆去超商 我到Save 買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不同的需求 可能不見得說同一個工具 就可以滿足你所有的需求 Excel 我覺得它的好處是 基本上每一台電腦都有Excel 而且取得性很高 而且真的還是蠻親民的 所以現在大部分人還是蠻喜歡用Excel 所以我看Excel應該短時間內 應該不太可能會消失在電腦上面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把這個軟體給學好 另外的話 順帶就是說如果可以 其實 VPA 我看應該也沒辦法 短時間內應該也不太可能會消失 因為它就已經在那裡了 所以那個地理之變 這個沒辦法把它改變 也就是說那個地理位置很重要 Location 所以你有些店在南施 但它Location 對 它就賣得很好 有沒有 像什麼店 就是這樣有沒有 它就是在夜市的第一攤 它賣得再爛還是有人會去買 對不對 OK 好 所以 可能將來 是不是有可能把它改成Python 不知道 有這種可能性 但是微軟一直有那個 只聞樓梯響 但是沒有看到人下來 OK 所以短時間內 不過不管怎麼樣 以後就這兩個 VPA 跟Python 對不對 那之前R有一段時間是 還蠻紅的 但是好像最近 慢慢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聲音越來越往下的趨勢 OK 所以這個當然 也不是說這個軟體不好 R也非常厲害 有沒有 有沒有它做一些資料統計分析上面 也有它強大的地方 所以 不妨可以多方面去了解工具 OK 但是要知道說 你要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是最恰當的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買青蔥的話 其實去哪邊買最便宜呢 有沒有 它這邊有 我把它算出來了 我用這個是 台北市政府給我們的Data 它裡面總共 就是從2019年的1月1號 到2019年的7月14號 有沒有 這一段區間裡面的資料 就是2019年的資料 好像沒有給2020年的 不過至少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資料呢 當然以 方法 如果你要做出這個報表 其實 好像捷徑 最簡單好像還是樞紐分析表 對不對 那樞紐分析表呢 只要拉一拉之後呢 結果就出來了 你如果要 做成樞紐分析圖的話 那也是一樣嘛 你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在這個地方 它有個樞紐分析圖 馬上可以針對這個做出圖來 所以其實 其實看起來 似乎 用這個工具就還蠻方便 但問題我們還是 要講一下 如果用Python來做 沒有辦法做出一樣的結果 這也是重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將來要買 沖的話 我們以沖來看 最便宜的話 你可以到哪裡買呢 環南市場 環南 環南在哪裡 環河南 南路嗎 靠近萬華 哦 欸 萬華 對 萬華感覺就是 整個跟台北完全是 不太一樣的風情 因為那邊整個感覺 比較像是 中南部的那個感覺 有沒有 尤其在那個什麼 龍山市那附近 因為我上個禮拜 才去那邊附近 有一家飯店 去住那邊的飯店 蛤 蛤 他那天沒出來吧 我只有看到一隻小牆而已 可是很棒 我覺得那邊設施算很OK 就是在那個萬華車站 的共購那一家 就凱 凱薩的關係企業凱達有沒有 然後 他的價錢壓的還蠻低的 一個晚上含早餐 那早餐還不錯的早餐 一千 兩千五百塊 然後我們又用了安心旅遊方案 扣了一千塊 然後剩下的用那個 振興券把它付掉了 所以感覺還蠻划算的 然後晚上就去逛那個附近的夜市 龍山市附近吃的也超多的 OK 而且蠻方便的 如果不想開車的話 其實坐個火車就可以抵達了 就到了 然後上去就可以check in 不過他最悲劇的地方是 因為網路上我都查過了 第一個是他停車塔 設計非常非常爛 光停個車至少要半個小時還停不進去 所以網路上有麻煩 所以我就不開車 我跟老婆說我們坐火車去好了 第二個check in的時候 至少要花一個半小時 你覺得很離譜對不對 事實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怎麼辦呢 三點check in 我們大概一點就到了 我們一點就去跟他 我本來想說跟他寄放行李 結果他說 那我們讓你們early check in 就是讓我們先進去 剛好一點到三點就沒有人 我們趕快去享受他們的設施 游泳池沒有人 我們就趕快去游個游 至少還蠻OK的 就是我先避開那個雷 其實這個也是大數據的好處 先掌握什麼 那個情資嘛 整體就避開了 所以我們也沒有排到隊 我們也沒有開車也要等 OK那就玩得算是還蠻愉快的 整體性 那早餐的話我是覺得也還OK 因為我大概已經知道了 他的整個還OK 可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不像是享食天堂 那麼多的食材 可是對我來說其實沒差 因為我有跟各位講過 我是吃素的 沒有 沒有OK 我是吃素的 不是我 我不是說我是吃素的那種吃素 OK 我是就是飲食習慣 但我是不是不吃肉的 對 所以對我來說 那倒也是沒有很太什麼樣 不過我太太是 她喜歡吃那種Buffet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就順著她就訂 OK 感覺其實還OK 其實有超過那個價值 而且政府又補助了一千塊嘛 一千五百塊你說 在台北市能夠住到什麼樣的房型嗎 那那一天住真的很漂亮 因為她整個落地窗 整個 看出去啊 是也非常非常漂亮 OK 所以其實如果有 如果你們還沒有用那個安心旅遊方案 真的可以用用看 因為可以省一千塊 每個人喔 連小朋友都有喔 那怎麼住這非常簡單 你就拍一下那個 那個身份證或健保卡 連小朋友都可以啊 我小朋友都把他們 通通都登登錄了 只要去住一個晚上就省一千塊嘛 省一千塊多好啊 不用白不用 我現在很多人都沒有用啊 OK 但這方面訊息 我是都有掌握第一手消息的 關於那個 所以我們每天都在收集情報 怎麼樣的情報最完整 OK 好 重點回到這邊 好 所以啊以後買菜也是一樣 好 千萬不要 跑到哪裡去買了 最貴的哪裡 市東 208 33 怎麼差這麼多 OK 所以你會發現啦 光台北市喔 貴的跟便宜 剛才也許啦 那個品質 我們這邊是不在烤糧飯 它一公斤賣的價錢 那當然就會有差別了 所以有時候啦 其實婆婆媽媽有時候也會省錢的話 其實就是找對的地方就OK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啦 其實我跟各位講過 以後如果說你想要大概分析 也許你不一定要馬上用Python 像我的習慣呢 我可以先用圖形化工具 先分析完之後 我再把同樣的邏輯轉換成Python 可不可以啊 沒有問題的 OK 因為有時候呢 你沒有先經過思索 你要直接寫程式 是蠻抽象的 但如果說你有這些動作 而且其實它每個動作都有對應的程式喔 也就是你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結果就OK了 所以有的時候 不是說只能夠用程式從頭寫到尾 怎麼做 一你把游標放在這個資料上方 按樞紐分析表 二的話他會告訴你 問你說是不是這個範圍 四的話按確定 三的話呢 請你各位看到 這邊不是有樞紐分析表 那因為我要分析的是 主要呢 是哪一個地區 哪一個市場有沒有 所以我可以把市場喔 拖拉到列標籤 那我要分析的呢 品名 是我要分析那個蔬菜 OK 再來的話呢 我要分析的值喔 是它的價錢 有沒有 但價錢特別注意喔 它的預設值喔 是幫我把它加種起來 有沒有 它一堆嘛 所以加種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要平均值 怎麼平均呢 把它點一下啦 設定一下 把它改成什麼 平均值按確定 也就出來了 另外的話 如果我只要什麼 只要的是 輕蔥 因為它好像全部都幫我列出來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部分喔 稍微再做一個 移除掉我們不要的部分 那你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篩選 有沒有跟這樣 應該是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什麼 把它做篩選 上面有個 藍標籤的篩選 那我就把全選打勾取消 只留下輕蔥 有沒有 輕蔥就留下來了 然後 再來還有什麼呢 最後的話 我可以排序嘛 排序的話 其實你油標放在裡面 我習慣是用A到Z 或Z到A 比如說我要便宜的 到貴的 那我就A到Z按一下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樣就出來了 只是它要小數點 那怎麼辦 如果我不要小數點 那我可以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利用那個常用裡面的那個小數點 把它取消掉 增加小 取消小數點 這樣就變整數了 有沒有 旁邊總計不要怎麼辦 按右鍵嗎 不是有移除嗎 移除總計 底下這邊如果不要的話 再把它移除 這樣就留 可能 底下這個沒辦法 底下這個沒辦法移除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很快就可以有個大概的資料了 對不對喔 所以樞紐分析表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不用樞紐分析表 當然也可以用泡BI 可是有時候 感覺就是有點像拿大炮打小鳥的感覺 對不對 因為這就在這裡嘛 你幹嘛 不然你如果要用泡BI 你要把資料先匯到泡BI OK 那你們也可以試看看 哪邊可以多 去熟悉一下 OK 好 大概是這樣講 但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這個python也做得到 好 第一個補充一下 就是拿一個比較貴 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把這個資料 直接不是下載 之後再開啟 而是 直接就把它從網路上抓下來 放到python的話 該怎麼做 OK 所以如果我們 切換下一個 就是在python怎麼做 一 在我雲端 白板 0601裡面的第四頁這邊就有 這幾行程式 總共做幾件事 第一個 Import Request 第二個的話呢 我增加一個變數 後面的話就是這一串 這一串 這一串從哪邊來呢 其實就從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個地方 按右鍵複製 把它貼到這裡來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去抓到網路上面 這個檔案裡面的資料 抓下來之後放哪裡呢 放到html 物件裡面 那 底下的話呢 有一行一定要寫 Encoding 有沒有 有點像開檔 我們Encoding 那 特別注意喔 Request 剛好跟那個 預設的F物件 剛好顛倒 F物件 預設是CP90 就是NSI 那 Request剛好是 預設是UTL8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是UTL8的話 我印象中 你要加 後面的編碼方式 那他編碼方式名稱叫CP950 這個CP950 這個CP950 就等同我們之前看到什麼 MS950 也等同 ANSI 反正他名稱 別名非常的多 那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 微軟的那種編碼方式 OK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我把這個物件裡面 有一個屬性 叫做.test 也就是這個html 物件裡面的文字 幫我print的出來 OK 大概就這幾行 那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呢 會有一個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會出現 module 拿著放L 什麼叫module 而且上面還會跟你講說 這個module找不到 哪個module no module name 這個request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python 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不過跟各位講 預設是它沒有幫你放進來 所以後面蠻多的module 都要自己手動去把它抓下來 所以你要學會什麼 把那個python 它已經有的這個模組 把它抓下來 那差別就是說什麼 就是你要去把它抓下來這個動作 其他也沒什麼差別 反正將來一樣 import OK 你想說老師那你為什麼不乾脆就通通把它裝起來 其實你們如果說要預設就有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一般書上教的 阿卡Honda那個套件 可是那個東西的話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裝 它就是包山包海 你不要的它也全部裝了 所以裝起來的話 都是非常大 好幾GB的東西 那跟我們一兩百MB比起來 那我反而比較喜歡 我要的時候 我再把它裝起來 我不要說你 我根本這輩子用不到的東西 你也幫我把它全部都放進來了 那這樣的話等於浪費我 我的電腦空間 另外的話呢 我裝什麼我也不知道 感覺不夠環保 有些東西啊 不是說你 你全部都給你就是好的 有時候說 我不需要 所以我會選擇什麼 當我需要的時候 我再把它裝到我的 Python的函視庫裡面 那要怎麼裝 這動作 所以要特別注意 怎麼裝 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在雲端上有一個敘述吧 我看一下 就在這裡 第一個的話 如何安裝 有沒有這個錯誤 那大概會有幾個方法 一 我們的電腦裡面 其實基本上呢 你可以先找到我們的Python 來解壓縮嘛 然後打開來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它裡面有一個叫Scripps 的一個目錄 你把它打開 裡面會有個Python 這個Python的話 實際上 就是 利用它可以幫我抓到 網路上面的那個套件 那我就可以把它裝到 我的這個 函視庫裡面 那裝的方式 一先找到它 二的話呢 點上面的這個路徑一下 輸入CMD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的路徑 就是在這個 Python 374的scripps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輸入Python的話 應該是ok的 Python 控一格 那如果你要安裝的話 可能要記得 Python什麼 Python後面的話 只要記得這個 Python install request就可以了 OK 如果不會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不過我建議是可以 Python 控一格 然後 這個install 然後Request Q U E S OK 不要打錯啦 或者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這一串 複製起來 然後到這邊的話 貼上好像在這邊 上面按右鍵 編輯有一個貼上 這樣也一定不會錯 這樣好像比較保險 Enter一下 接下來Enter 它就是會直接連線 到那個Python的Server上面 然後幫你去找到Request 並且幫你把它裝到 你的Python的Library 函式庫裡面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 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將來要裝別的話 也是一樣 OK Python install 後面加上那個什麼 那個Package的名稱 這樣的話就幫你按 Enter一下 好 這個時候的話 理論上 它就會幫我把資料抓下來 可是 現在 我這邊出現一個錯誤 這個錯誤的話 理論上是不會出現的 那為什麼出現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這邊 電腦 太多上課的環境了 可能也有人 像別的老師教Java 還有 教一些東西 所以它裡面可能 不只一個Java的環境 所以這 如果假設 第一個方法行不通的話 你可以 換另外一個方法 這邊底下講 不過 理論上第一個方法 在一般人的電腦就OK了 那因為我們這邊環境比較特殊 裝太多有的沒的了 OK 我們第一個方法如果行不通的話 那我們換一個方法 用python 去做安裝的動作 那怎麼做 首先 一樣 這個把它先關掉一下 我們就不要從那個 剛剛那個路徑 我們從 script的上一層 找到有個 這個 python.esc 從這邊 第二個方法 一樣在上面按 點一下 打一個cnd 然後呢 從這個路 這個路徑 c 冒號斜線的這個 裡面 主要是要找到 這個東西 python 的執行檔 然後做什麼呢 它裡面有個手動安裝的指令 python 然後 1-m 然後後面一樣 意思就是說 我 從python執行檔幫我去做安裝 一樣 所以你怕錯的話 沒關係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 在 這個上方 按右鍵 一樣把它編輯 貼上 就這一串 這個時候的話 那我們就一樣按個enter 你會發現 它就幫我 看到了 有沒有 下面跑了一堆東西 意思就是說 你已經把它裝好了 OK 所以這個才是正確的畫面 理論上 應該方法一就可以了 只是方法二是因為 我們這邊環境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自己電腦 應該是方法一就可以行得通了 OK 那裝完之後的話 再來 回到我們的 python的這邊 有沒有 目前它當然它不會馬上消失 不過你現在run看看 我看應該這樣run應該OK了 有沒有發現 底下會開始動作了有沒有 本來這個會出現錯誤的 現在一run之後的話 資料就下載下來了 但目前還沒切割 所以它會有一堆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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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